大家好 我是床肖 我又来打自己的脸了 今年1月18日的时候 我们做了一个视频 说俄罗斯修宪的目标是为了改为议会内阁制 普京可以安排顺利退休 7月1日俄罗斯结束了为期一周的修宪公投 根据新宪法 普京将在2024年总统任期满后 一切归零再做两届总统直到2036年 那么为什么呢 此次俄罗斯修宪没有朝着本来预想的方向发展 都有哪些阻力呢 本期消化一下 我们就聊聊普京大帝的权力游戏 要说普京得先说到的贵人 曾经的列宁格勒帮领袖索布恰克 索布恰克曾经任职于列宁格勒大学 也就是今天的圣彼得堡国立大学 当时的普京读法律系 师生关系非常好 苏联解体以前索布恰克弃教从政 当上了列宁格勒市长 普京毕业以后去克格勃工作 外派东德 传记里面说他主要负责简报纸 回国以后在索布恰克手下干外事工作 苏联解体后 列宁格勒改回了圣彼得堡 普京出任副市长 1996年索布恰克在政治斗争中落败 普京失去了最大的靠山 乌漏偏逢连夜雨 大火又烧掉了普京的房子 还有积蓄 内外忧困的他 找到了当时总统叶利欣的办公室主任 邱拜斯 凭借在圣彼得堡的政绩去了莫斯科 普京在克里姆林宫负责管理资产 处理苏联的遗产 这工作上一任是库德林 继任的是帕特鲁舍夫 这两个人大家可以记一下 后面会说到的 年龄稍大一点的观众朋友们 可能还会有些印象 叶利欣在互联网有个绰号 就是酒鬼 身为总统 他的媒体形象非常差 在记者发布会上面发酒疯 常年酗酒掏空了身子 又被寡头架空 叶利欣只能退位让全 普京年轻有为 很快就进入到了接班的快车道 97年当上总统办公厅副主任 98年出任联邦安全局长 99年就成为了总理 重拳出击打压 车臣分裂分子 并且发表了著名的 淹死在马桶里的理论 2000年 普京终于走上了权力巅峰 总统虽然是国家元首 但是他需要有人给他干活 要扶持自身的派系 我们经常听到的那些俄罗斯政客 包括梅德威杰夫 邵伊古 还有拉夫罗夫 大家知道他们 因为他们多多少少会上国际新闻 但是各路权力集团 分别还有哪些人呢 我们来给大家盘一盘 首先是圣彼得宝帮 圣彼得宝是俄罗斯对外的窗口 相当于我们的上海 这个派系以梅德威杰夫为代表 多数人是普京的亲信 同学 同乡 或者以前的同事 主要是经济学家 还有律师群体 属于亲西方派系 普京上任以后 他们陆续进京 协助制定政策 推进改革 政府内的经济改革小组 许多成员都来自于圣彼得宝帮 比较有名的 就有那个阿里克谢 库德林 这方人代表技术官僚 理论扎实 行政经验丰富 负责系统转型 激进的复杂问题 大体来说 圣彼得宝帮经济上 重视市场 还有私有化改革 主张国退民进 实操起来 就是新自由主义那套 放松管制 国企松绑 政治上 这些律师们 则主张加强宪法 推动立法 维持俄联邦的民主 梅德维杰夫和普京一样 圣彼得宝大学 法律系毕业 不过毕业以后 梅德维杰夫留校执教 普京发起以后 这个小学弟 来当办公室副主任 把俄罗斯钱袋子 俄契公司 从寡头的手里面 抢了过来 立了大功 后面就是我们知道的 梅普二人转了 但梅德维杰夫 也有三个问题 贪污 立场 还有健康 2017年 俄罗斯反腐 抗议闹得那是沸沸扬扬 反对派挖出梅德维杰夫 在黑海 修了十亿美元的 行工的黑料 再加上乌克兰危机 作为圣彼得宝帮的带头人 梅德维杰夫被视为 亲西方派 名声毁了 最后 梅德维杰夫身体还不怎么样 开会经常打瞌睡 上次俄罗斯顶层洗牌 梅德维杰夫顺利转职 国安会议副主席 可能是要准备退休了 第二个集团 俄语是希拉维克 翻译过来就是强力部门 包括哪些呢 军队 国安部 内务部 紧急事务部等部门 一听你就知道了 普京出身克格勃在人事任命上 本来就是倾向于军警献特 那么这个群体天生崇拜强者 苏联解体以后 克格勃大权旁落 而普京的崛起 让其重新回到了权力核心 因此对普京非常忠诚 2003年 俄罗斯高层官员中有六成人 有希拉维克的背景 2000多个机构的领导人 干脆直接是前克格勃或特工 前面我们说过的那个帕特鲁舍夫 就是前克格勃 在联邦安全局干了快十年 现在是国安会议秘书长 国防部长邵一姑 91年开始就是紧急事务部的头 这个部门有人有枪 他一直干到2012年 又去管国防部了 普京第一次任命 联邦大区总统代表 七个区域里面 有四个是前克格勃或者军方代表 普京第一届政府 四名部长底色是希拉维克 普京上台以后 依靠强力部门清算寡头 将国家命脉企业 一部分在国有化 一部分就流入到了希拉维克手中 好比说谢欣 人家当过副总理 后来执掌俄油 我们都知道 俄罗斯就是一个伪装成国家的加油站 那么俄油就是国家的钱袋子 还有前面左夫 本来是普京在科格勃的同事 分福利房的时候 人家还是邻居呢 后来被普京派去整合军工出口 现在是国家技术集团的总经理 之前提休过普京的邱拜斯 后来去统合俄罗斯的电力 此次修宪按照我们此前的分析 普京应该是希望尝试退居幕后 用议会内阁制来化解各派矛盾 让轮流坐庄成为可能 但是希拉维克却想学习叶利新时代 试图把普京给架空 毕竟只有一个普京的台前 希拉维克们才能安全的分赃 在我们之前的节目里面 我们有提到过 受制于俄罗斯的政治现状 普京不会容忍一个能够挑战 他的权力集团的存在 所以希拉维克难以产生接班人 最后一个集团叫做胡党 这个是普京的自己人 1996年的时候 他和几个朋友 在圣彼得堡南部的贡清湖 凑钱造别墅 然后代池的小公司叫做奥杰罗 俄语就是胡的意思 八个人里头只有普京从政 其他人都跑去从商了 后来普京发迹 这些人事实上就成了普京的管家 帮忙打点产业 叶利新时期 23个寡头控制了俄罗斯 全国67%的经济体量 但在国家机器面前 寡头实在不堪一击 旧寡头有的坐牢 有的潜逃英国 胡党占据了以前寡头的生态 未成了新寡头 那背靠大树好成梁 胡党能量大到可以在俄罗斯国企内 以私人的名义占有股份 好比这个尤里科巴尔丘克 占有了圣彼得堡俄罗斯银行三成股份 这个银行2015年资产 5080亿卢布 俄罗斯自有国情在此 你不给朋友们肉吃 俄罗斯就得社会动荡 像极了民国时期的四大家族 那这些派系近年来 逐渐出现伟大不掉的倾向 非常影响俄罗斯的发展潜力 今年是普京就职俄罗斯总统20周年 这20年里他又做了什么呢 苏联解体的时候 叶列钦信了西方新自由主义的鬼话 搞休克疗法 把俄罗斯整得快休克了 俄罗斯消费品生产下降了八成到九成 制造业损失了四分之三 1991年到1996年 全球经济一片欣欣向荣 只有俄罗斯经济稳步负增长 那普京接班以后 搞定了老寡头培育的新寡头 配合着油价不断上涨 俄罗斯看起来一度要跳出中等收入陷阱了 人均GDP一度高达1.6万美元 但克里米亚危机随即而来 西方封锁 卢布暴跌 再次把俄罗斯打回原形 2020年 世界银行预期 俄罗斯GDP将会萎缩6% 一路跌回2008年的水平 那新寡头 内无对手 外无竞争 干的事尽是咽过拔锚 结果普京上台20年 俄罗斯经济还是长期停滞 甚至倒退 2019年3月 俄罗斯月薪中位数 大成是4000多人民币 小成是1700多人民币左右 同期 中国人均可支配的收入中位数 为26523元 月均2210元 这还是城乡加起来平均的结果 苏联解体的时候 俄罗斯经济还是中国的1.5倍 发展到今天 大家都知道 俄罗斯不如广东省的梗了 那你偌大一个国家 连俄罗斯联邦大厦都有部分 是由中企成见的 俄罗斯这20年也尝试了多次改革 但收效非常小 梅德维杰夫任内 试图减少对能源的依赖 提高资源利用率 发展高科技 改变大加油站的困境 但是呢 光是靠卖资源 就能够躺着赚钱的俄罗斯 又有多少人愿意花大价钱 去投资风险大 回报不明确的高科技产业呢 再加上 设备陈旧老化 缺乏投资环境 低效的官僚体制 一系列问题 使得俄罗斯的创新型经济发展 举步维艰 近年来 每次的油价波动 都能够重创俄罗斯 圣彼得宝帮改革 就会动到希拉维克的钱袋子 这是不可化解的矛盾 普京的困境 是俄罗斯困境的缩影 这20年来 俄罗斯表面上是犯我强额者 虽远必诛 但实际上是头痛一头 脚痛一脚 欧美发明了个词 叫做普京主义 认为俄罗斯为了维持稳定 在国际事务上 必须以超出实力的方式 强行打击鞋 刺激极端民族主义 团结民众 但安慰剂打多了 总归有一天 会发现德不配位 说到底 经济实力 类似于广东省 统治集团不用这种方法 还能怎么办呢 经济成果被寡头瓜分 俄罗斯公民连残渣都分不到 只能以民族主义机械 自我麻痹 俄罗斯虽然也是 稳定压倒一切 但是这只是 利益集团的稳定 俄罗斯走到了 和中国相反的方向 回顾俄罗斯 300年的历史 我们能够发现 俄罗斯的发展模式 属于动员型的一个经济 俄罗斯不缺资源 也不缺人才 但始终缺乏组织 好比说 索契奥运会 耗资510亿美元 而上一次温哥华冬奥会 耗资只有64亿 反对派纳瓦尔尼说 单是体育场就超值14倍 有多少公司靠着奥运会牟利 可想而知 还有2010年动工的 圣彼得堡莫斯科M11高速公路 700公里不到 修了10年 截止今天还有一段卫军工 要拖到2023年了 那以往俄罗斯一落后 就会出来个天降猛人 动员起所有的人 一代人重返世界潮流 比如彼得一世 列宁还有斯大林 先知三部曲的作者 多一彻评价说 斯大林接手的是一个 只有木犁的俄国 而留下的却是一个 有原子弹的俄国 和中国相比 俄罗斯如果能够重新动员 重新现代化 那是要简单的多的 俄罗斯当下派系林立 前面提到的几大利益集团 被靠普京把国家资产 当私人资产 官僚 军警献特 寡偷 那是吃的盆满钵满满 经济却逐渐陷入困境 如果不维持当下的体制 俄罗斯又很有可能国将不国 这让俄罗斯的发展 陷入到了此循环 从叶利钦时代算起 左手握着枪 右手攥着镰刀 躺着把钱挣了的寡头 缺乏外部制约 总是有各种各样的方法 游离于游戏规则之外 使得俄罗斯的改革 无法有效实施 同时 资本家本身又没有国界 阻碍你发展不说 你如果逼急了 还能给你整出一套 资本外逃的好戏 所造成的负面结果 寡头们负有很大的责任 但是这又暴露出 俄罗斯存在的另外一个问题 虽然普京的上台 将俄罗斯带离了混乱与无序 但是俄罗斯的发展 却又走向了一滩死水 为了维护俄罗斯 作为一个国家的存在 需要给各种阻碍 社会变革的力量让利 但是过度透支了 本应该用于 社会再发展的潜力以后 造成了俄罗斯只有稳定 而没有发展的现状 为什么要普京继续干下去呢 因为几大集团 互相不服 只有普京的台上 大家才有可能和平相处 那么现在这些寡头 还能够受到普京的节制 但是如果普京出了什么问题 那么俄罗斯又会立刻 回到1990年代的光景 甚至可能会有过之而无不及 所以普京已经成为了 实际意义上的沙皇 普京这个名字 已经成为一块招牌 与其从各类官僚和寡头 中间挑大个儿 不如找一位野教普京的继承人 普京啊 毕竟按照俄罗斯历史的 发展规律来看 下一任领导是个女皇 这是一件非常合理和合逻辑的事 好了 本期话题呢 我们就先聊到这里 做视频不易哈 如果喜欢本期视频呢 劳驾给我点个赞 并且分享出去 如果有不同意的 欢迎在评论区和我讨论 谢谢你对原创内容的一个支持啊 另外请大家关注我的B站 微博 微信公众号 全部都叫做 王霄Albert 我会在那里呢 分享我的日常 还有新闻观点 观察者网是一家实证网站 观察云频道呢 是我们的会员频道 在这里啊 你可以看到制作新闻的花絮 与我们互动 一起设计采访内容 加入我们的方式呢 就是登陆观察者网的官方网站 观察.cn 或者下载观察者网的官方app 注册会员 点击观察员就可以进入付费 一年198 输入我的专属邀请码 2333 可以减10块钱 您在首页呢 也可以看到 领取礼物的图片链接 现在如果您充值 或者续费观察员 我们有礼品 无选一啊 第一是东方学看第八期 数量非常有限 快抢啊 第二呢 是陈平老师的代谢增长论 第三呢 还有温铁军的去一副 第四呢 是米尔斯海默的大幻想 我们的主讲人Chris呢 也刚刚采访过 这位美国现实主义的 国际政治领域的领军人物 欢迎大家观看啊 最后呢 就是我们的周边 下次一定文化山 加笔记本 加眼罩 OK啊 很高兴 今天又可以和大家聊天 祝大家变得更强 我们下周再见